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周日的时候他派战机拦截了一架国际客机 宣称飞机上有炸弹 所以强迫转将明斯克 只为了逮捕机上一名反对派的记者 那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 这一架的客机延迟了好几个小时之后 终于是平安的降落 那么当时据了解 飞机降落白俄罗斯当局立刻逮捕机上一名乘客 他是一名白俄罗斯反对派记者 但最后在机上没有发现炸弹 所以欧洲各国对于卢卡申科的行为 是提出了强烈批评